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刚刚讲最好呢本来就是两个世界 从来没想到过还会在一个世界 其实就是聪明的 非常成熟也很坚强 虽然自己可能过得很痛 但是依然坚强地面对生活 两个落入低谷的人 会很积极地去面对人生 这两个人内心的纯粹是他们非常好的闪光点 所有的缘分的出现 都可能是一种明明之中的反抗 其实这个跟年龄变成太大的关系 何欢在情感上她是有洁癖的 又不能破坏这个人物本身 她的洁癖 但是又要让观众看到蒋军豪的出现 其实真的在一点一点改变她 让何欢真正重新再思考 就是说女性在婚姻当中 在爱情当中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是觉得她这个爱情是扭曲的 她不会想到她走了之后 她的太太和孩子有那么多债务 会是什么感觉 大事老赖 你就是老赖的爱情 这样的人不值得别人去爱 蒋军豪在一起还是有一些开心的 给你做好吃的呀 还有鼓励你 永远告诉你你是最棒的呀 它是一种单纯的付出 我们两个人的情感 可能积压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呢 我就可能觉得没希望了 但这个时候突然 何欢来找我了 这个时候就特别开心嘛 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全剧四十节 只有一个吻 在最后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情感戏来讲 应该算是特别的吧 其实我指的就是 情感的浓度和烈度 不靠肢体的这个接触 就是心里边有 比你这种肢体上有接触 应该是更强烈 更打动人心 感谢观看